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陈彦淳 欢迎收听 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 今天刚刚聊的题目也是一样非常重要 是长春集团AI大作战 立抗中国塑化产能海啸来袭 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 请记得听到跟谈到最后 今天的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林怨卿 欢迎怨卿 大家好 我是怨卿 最近中国塑化业产能过剩的问题 当然冲击着台湾的塑化产业 那其实这次我们非常难得的访问到 大连化工在家公司 为什么我们会请这家公司来谈 这个塑化业的冲击呢 是因为其实他们有一些因应的办法 50年来 财讯持续为读者带来专业的报道 帮投资人追踪产业动态 掌握投资脉动 如果你也认同我们的经营理念 不如现在就加入频道会员吧 成为会员不只能看到会员专属影片 还能得到专属徽章和会员电子信哦 现在就点击下方的加入按钮 支持我们让财讯能够持续在投资的路上 陪伴大家迎接下一个50年 那我想先请愿亲帮我们说明一下 大连化工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它主要的产品是哪些 大连化工是长春集团旗下的一个子公司 那它也是全球的这个丁二层的龙头 丁二层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它是用在弹性纤维 比如像我们平常的一些运动服啊或者是瑜伽的衣服都会使用到这样子的一个材料 那旗下它还有生产像EA啊 EVA还有就是VAE这些等等的产品 那它的营收规模大概是怎么样呢 营收的规模其实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 它的营收跟获利都是创下一个新高的纪录 营收达到1190亿元 然后它的EPS超过了107元 哇这个数字很吓人耶 大家都知道说其实长春集团是台湾塑画业的隐形冠军 那它的创办人都一直是富豪排行榜上面的长盛局嘛 对那所以大连化工看起来也是一家非常赚钱的公司 那这一次我们访的是大连化工的董事长林显东先生 他其实过去非常少接受媒体的专访 他为什么能够成为大连化工的董事长 他的背景是什么呢 林显东其他过去非常的低调 但是他其实是长春集团创办人继总裁 就是林书宏的长治 而且因为他过去都持续帮长春集团去推行一些物流 跟资讯方面的一些改革 所以他本身呢 他也出版了相当多的书籍 比如说他有出版像Y2K危机与知识管理 然后还有像数位物流革命 还有长春实话社群的APP 创新跟应用这些等等的书籍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访过林书宏嘛 虽然是我们财军非常友好的重要的采访对象 那这次我们又访了他的儿子林显东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 但是他们两位父子的眉毛都非常类似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对于事业投入都非常的深入 林显东他自己讲 他说他五岁就在工厂里面 等于是在工厂里面长大的 我觉得他一个有趣的行为可以跟大家分享 他说他每天就在工厂里面陪着爸爸上班 所以他看着工厂里面的车来来去去 所以他对于物流 对于资讯这件事情从小就很有兴趣 所以他长大之后对于在推动长春集团 整个物流的规划革命 包括像资讯流这件事情 他其实都琢磨蛮深的 他现在开始导入AI 那大家会觉得说塑化业是一个相对传统的产业 但我们也介绍过说其实台塑集团 也是走向一个科技台塑 总裁王文渊也非常积极在推动AI 但是林显东我觉得他特别不一样是 他是老板整个人投入亲自在操刀这件事情 他当时为什么会一头栽进到AI这个领域里面来呢 他的想法是什么 在我们这个访谈的过程当中 他就是有一直强调说 AI时代就是一个情报战 企业的竞争的观念就在于说 你取得这个情报的速度快跟慢 因此他就萌生人要去开发一个 AI的战情仪表板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他也是强调说企业要来导入AI 或来开发AI这件事情 其实老板要自己去带头做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你才会知道说这个AI 他可以怎么样去做使用 而且你也可以抓到重点说 这样子的一个投资 大概是要朝什么样的方向去 才不会白花钱 对 我觉得林显东他有一个观念 我觉得非常值得所有的企业老板们参考 就是他觉得说 今天如果大家都觉得AI 是下面的人要做的事情 等于下面的人是拿着步枪 在跟这个竞争者对抗 但是你的老板却拿着长矛 因为如果你不懂AI的话 我觉得这个形容蛮有趣的 他就几乎是一针见血的告诉大家说 资讯站他提供给谁做判断 当然就是老板要做判断嘛 对不对 他要决策嘛 那他需要资讯 所以因为这个逻辑 他就跳下去自己做了 对 没错 那他花了多少时间啊 其实长春集团在1999年 就已经开始进行这个 所谓的知识管理 所以他们也开始去内部打造 所谓的企业资源规划的系统 那这个系统 他其实就是为日后奠定 他们要发展AI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他们自己做ERP 多数的企业可能都是用 外面的套装软体来做嘛 对对 过去可能在ERP的系统 就是完全依赖 比如说外部的一些资源 像Sup就是一个非常著名 就是在做这个ERP规划的公司 但是因为企业他在ERP的这个部分 如果他没有自己深入的投入 未来要怎么样去跟AI的这个系统去连接 甚至中间有一个转换跟连接的环节 可能就会miss掉 所以在要发展AI的这条路上 就会显得相当的辛苦 了解 不过这是林显东华自己的观察 因为其实Sup也非常多人在使用 那因为林显东华自己认为是说 从ERP到AI 中间的资料串接 都是必须要投入的人 或者经营的人才知道说 这个资料是有用还是没用的 我们常常开玩笑讲说 在人工智慧 就在AI之前其实是工人智慧 是必须要把这个资料都先爬书 整理过一次之后 才能够真的让AI做有效的判断 所以我觉得林显东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算是扎根扎得蛮深的 所以他现在不是只有在研究AI 其实他现在也研究大语言模型 也研究量子电脑 对 没错 在今年他积极的参与一个 台大Project 10的一个专案 他这个其实就是繁体中文的 这个大语言模型的一个发展 那他其实在这次采访过程当中 也有跟我们分享说 为什么当初他要那么积极的 去参与这个计划 因为他觉得说如果不做的话 我们的这个繁体的文明 就会在AI的这条记忆流中灭亡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使用繁体中文的是少数 这台湾嘛 过去香港也用一些 那现在因为中国都是用简体字 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他又举了一个蛮有趣的例子 比如说他又提到说 大家知道包青天包工吗 对 那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繁体的 这个文字留下来的 未来比如说我们要发展ARVR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去重建 那个包工在审案的过程 因为文化还有这个服装 然后这个他们是怎么样去做 判案的这样子的 文明跟内容就没有办法被保存下来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因为我没有想过说 原来保留一个文字 跟文明其实是有连结的啦 所以他认为发展繁体中文的大语言模型 这件事情 其实对台湾的长远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还投入这一块 那他也看量子电脑吗 对 他未来的量子电脑 他其实会更加快运算的速度 所以他觉得企业应该要提早做好准备 去迎接下一波 就是量子电脑的来临 了解 林董他对于科技的投入其实是蛮多 但我想回来问苑青说 大家还是会想说 好 你做很多AI的事情 但是实际效益跟益用上 他现在已经益用在大连化工的运作上面了吗 对 我想这个其实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体 因为AI吵了很久 但是他实际落地的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比较少可以看得到 但是事实上现在大连化工就已经做 AI情报仪表板这件事情 他已经用在老板的决策上面 所以他做个仪表板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电脑荧幕会呈现出 他的营运的各种数字吗 没错 他可以去呈现 比如说你过去一年的销售量 营业额 获利率 过去这些资料可能需要人工 然后花一个礼拜的时间 但是现在只要一秒钟 就可以把这些所有的资料 全部都呈现出来 然后他的效率就超过了10万倍 这个真的差很多 上次我们在采访林贤当中 就是要讲一件事情 讲个观念跟运作模式的改变 就是说过去在账务流程上 因为他们本来就导入ERP 所以他账务的整合 其实本来就非常的快 可能今天结账 明天就可以看到报表 但是AI帮他做什么呢 他可以帮他做交叉分析 而且把他图像化这件事情 今天我可以马上确定 这个商品在这个价格的时候 要不要做这个审仪 那他这是一秒钟的决胜 他上台会讲说 为什么这叫做情报站 有这个所谓的AI仪表版的时候 他立刻就可以做判断 跟做决策了 对不对 是这个逻辑嘛 对不对 所以他决策会加很快 另外我听说他好像也有把它放在 比如说工厂的防护衣 有没有穿好 他是不是也用AI来侦测 对 就是长春本身 他们其实对公安的要求就非常的高 现在透过了这个AI去做侦测 他可以立刻侦测到说 你的防护衣带有哪些细节没有处理好 提出了警示 然后修正之后 你才可以入场去执行的 做工作这样子 因为大家知道AI现在影像辨识蛮基本的 用影像辨识可能立刻就可以察觉的出来 然后立刻提出修正 另外我觉得他分享一个也很好笑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长春集团总裁林书宏的重要工作之一 就是寻场 所以他现在也有开始在思考说 用其他的工具来帮这个总裁降低 负荷的负担吗 对 没错 他就是有一个新的楼层 然后未来其实是会用来开发一些 新的下一代的产品 其实他有提到就是说像机器狗这件事情 对 大家知道说石化厂的安全非常重要 除了靠这个很多技术智慧的控管 来看有没有外泄之外 寻场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以前这个林书宏总裁就是 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现在林显东就在想说 我可不可以开发机器狗 来做寻场这个动作 那他就可以24小时 更密集的寻场 更降低公安发生的事故的可能性 对不对 即便是传统的塑化液 他也开始慢慢引进科技力 来提高他的经营效率 接下来我想要请怨卿分享的 这个故事 我觉得是这次我们采访 大连化工里面最经典的 就是说他因为有这个AI仪标板 这是一个情报站 所以他其实有稍微躲过了 这一波中国产能大扩张的冲击 是 因为要非常的精确 去掌握这个市场的脉动 所以林显东他其实亲自独军 耗费了七年的时间去打造 大连化工的这个 AI战情的这个仪标板 那其实是可以及时的去显示 全球工厂的一个产销的数据 那他们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 就已经预测到 中国的丁二纯的产能即将要过剩 因为其实长春是丁二纯的 领导品牌之一嘛 他是龙头厂商 对对对 所以这个部分的这个产业 他们其实抓得非常的紧 那像那个时候的数据就已经显示出来 这个产能的成长率 在2020年到2025年的时候 将高达就是778% 这是一个非常 就是夸张的一个数据 在2021年的时候 大连化工的业绩是创新高的 刚刚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他EPS是107块 对 代表说那个是一个大好的市场 大好的行情 可他在那个时间点 却就发现了说 从2020到2025年 中国新增的丁二纯的产能 竟然会增加7倍 对 他就这个收到这个情报之后 他有跟大家分享吗 对他跟大家分享了 可是那时候产业就是不以为 因为他们总是觉得 中国这边可能都会提供一些假数据 所以他们反而在那个时候 是做加码扩产的动作 就像刚刚有提到 2021年的时候 整个产业都大好的时候 大家都赚了非常多的钱 所以没有人会预期到说 就是整个市场会迅速的崩盘下来 对 在2021年的时候行情大好的时候 丁二纯的价格 每公顿大概是3万块人民币 那时候是大好 结果没想到到2022年的时候 9月升多少钱 就已经剩下差不多1万块钱的人民币 那刚刚我们讲到嘛 2021年的时候是大好的行情 所以基本上厂商要扩厂 可能已经投下去了 没想到行情就这么快的就反转了 甚至到现在就是他已经降到就是 7500块的人民币 那是一个更低的报价的数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行情是爆起 然后暴跌 那所以林显东他等于是提早得到这样的情报了 那他做了什么事情啊 所以他就在2023年初的时候 就立刻下指示 要暂时关闭 就是他们在辽宁省最大的那个盘景厂 这个厂的丁二纯的这个产能大概有15万吨 对就占他们整个丁二纯的产能大概有五分之一 那也蛮大的耶 因为其实他已经是这个领域的领导厂商了嘛 所以他等于是透过减产的方式 降低亏损的状况是这样子吧 那他应该也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价格的行情的波动 只是现在是少亏了是吧 对没错 所以他们说之前大转了 现在就是想办法少亏一点 所以他们就干脆就减产阴影 那他有认为这个行情 低迷的情况会延续多久吗 整个硕化业 它其实已经不像过去 它是走景气的一个循环 它是整个产业结构性 已经发生了一个蛮大的改变 特别是大家也知道 就是说中国的政策链化议题这件事情 其实他们会持续扩产到2030年 市场供过于求的状况 其实是非常的严重 那可能就要等到那个时间点之后 要再持续的去消化这些库存 所以应该还是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 才可以消化完毕 了解 那所以其实对于长春来说 他第一步就先减产 第二步他就透过资讯的收集 他可以迅速的回复市场 景气反转的时候 他或许也会比别人提早抓住这个脉动 或许他可以提前扩厂 或是提前恢复运作之类的 AI过去觉得离大家很遥远 但是真的在做的人已经开始慢慢感受到 他的效率跟效益在什么地方了 当然我觉得林董他也有讲 他就说这个模型是要慢慢训练 他们会灌入更多的资料 让他的这个判断基础更完整一点 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比较难得的是说 一个传统的塑化业 老板自己亲自带头跨进AI领域 而且是真正有应用在决策上 这其实是我比较少看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 跟这个过程跟个故事 也蛮值得跟大家分享 但我最后还是很想要问愿青说 所以林显东身回塑化业的掌门人之一 他接下来要怎么看塑化业的应对方式呢 我想这也是就是所有的人 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 林显东他其实自己有提到说 他觉得台湾的塑化业 也必须要从油化工跟煤化工去转型成为 电化工或者是氢化工 就是说要采用绿色的能源 来生产这些原料这样子 那其实大家也知道说绿色化工 他需要投注相当大的成本 像很多专家就认为说 台厂就是可以去考虑 迁移到原料或是能源 比较低的一些国家去设厂 就比如说像远东心跟泰国的 印度拉玛 还有墨西哥的这个APEC 他们其实在美国的德州 都设立了这个合资的公司 那其实他们在现在目前的 营运表现看起来都是蛮不错的 对就是说整个塑化业一定要转型 因为以后一定会面临到 碳费碳税的问题 那塑化业应该是重中之重 所以他如何用氢化工 电化工 就等于是能源的来源 不要像过去这么高污染的情况 来发展他的下游产品 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趋势 蛮值得追踪的 那我会请院青帮我们继续观察一下说 这个搞不好这个长春 有一些新的投资计划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回复一下 财团在听了才知道 第210集里面 星宇航空开航四年来就上市 双雄夹吉下的崛起 关键里面的留言 这是财团的一个彩哥 他说对于星宇的印象不错 期待台湾有新的航空公司 进入市场 多点竞争对消费者是好事 对我们可以选择变多嘛 对不对 Ken Kay他有提到说 以为多一家航空公司竞争 机票会有一些优惠 结果新的航空公司 居然比别人贵 就是本事啦 我觉得 就是说你如果有本事 卖比别人贵 那就是表示你有被消费者买单嘛 所以这是个市场自由机制 今天如果消费者不愿意 花这么多钱买他们的机票 表示他们的服务可能不够到位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尊重市场机制啦 这个愿者上钩 是 最后一位是框框他有提到说 新允航空的差异化路线 与切入的这个立基市场 看起来都是很不错的策略 接下来就看营收获利 与市场是否买单了 对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会持续为大家追踪啦 因为新允航空基本上是一个投资人 现在非常关心的公司 所以他的获利跟营收表现呢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来做追踪跟分享 今天非常感谢愿亲的分享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内容 欢迎购买财讯第722期的杂志 里面有更详细的介绍 听了才知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